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东西和田螺长得差不多 但它个头更淡 壳更薄 螺口大 屁股更贪 生命力也倍儿弯强 随便找个暖和点的地儿 它就能产一颗低卵 甭看它肉多好养活 这东西煮久了 肉韧得跟个橡皮筋似的 于是 上家就又想招啊 按规定出20分钟才能吃的东西 现在5分钟就出锅 肉是嫩了 可里边的寄生虫还活蹦乱跳着呢 这一颗辐射罗里面能操小6000的寄生虫 没手就吃 很容易感染 广州管员现虫病 有虫顺着血管爬进人脑子 就会引发脑膜炎 脊髓炎 所以吃了街边的炒螺丝以后 觉得头疼脑热 脖子僵疼的 别不当回事 赶紧去医院检查 这病拖久了 人很可能会痴呆 甚至死亡 大部分的寄生虫都是咱自个儿吃进去的 所以饮食上就得特别注意 那些淡水螺鱼虾蟹和一些蛙肉野味 一定要做熟了再吃 生熟食品自好也分开来放 这样就不怕寄生虫和细菌找上门了 最近我们公司吸血来潮 准备跟我们来场职业能力测试 可怕我愁死了 别急 你得摸清出敌人的意图 知道他想让你干啥 他想让我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